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北海道一個鄉下地方叫做美貝 這家超市 號稱它的價格 比大家耳熟能詳的業務超市 還要便宜喔 這個真的超級厚多 這個一個家庭 這個要吃一個月喔 乾的香菇啊 超便宜的 180克是差不多600塊日幣 然後這個是中國產的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北海道一個鄉下地方叫做美貝 在我身後 有一間北海道的獨有的業務超市 而且這家超市號稱它的價格 比大家耳熟能詳的業務超市 還要便宜喔 它為什麼可以做到這麼便宜呢 我據他們這個報導說 他們主要可賣一些 V級商品 那另外一點 或者是賣一些很大包裝的商品 就像 好像美式超商的這個 好市多一樣 那另外一點呢 他會賣一些這個 就是有受傷的一些蔬果 可能就是一些表皮啊 賣相 沒那麼好的產品 然後他用一個大包裝的包裝 然後用非常的低價 在這個超市裡面販賣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 他的V級品 跟這些受傷的蔬果 到底長什麼樣子 在你心中呢 這個真的是不是V級品呢 另外一點 補充一下 然後他這個超市裡面 還會賣一些極其商品 所以進去裡面尋寶一下 有哪些極其商品 就跟著我一起 探險吧 GO 來喔 拍一下外面的停車場 這個每輩的人口只有2萬 這個超市叫做 漢字叫做 蟹麥Supa 日文叫做什麼呢 日文叫做 Oro Si Uri Supa 非常的老舍喔 停車場真的 非常多的車 那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 哇前面這個是北海道的 超大高麗菜 超級大顆的 1382塊日幣 我等一下 抱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真的超級棒的耶 這個一個家庭 這個要吃一個月喔 我現在 秤起來 這個大約有 8公斤有耶 他們很surprise 真的有這麼大的高麗菜 只有北海道才有喔 然後這邊有賣 整箱的大白菜 3顆喔 只要780塊日幣稅別 那我剛剛有看了一下啦 這個就是V級品啦 看到沒有 這應該就是 放了比較久了 然後我正前方有賣 3顆高麗菜 重量是10公斤 那我眼睛看起來 其實他的整個賣相是蠻好的 蠻正常的 但是價錢 也是蠻便宜的喔 隔壁這個有在賣蔥 322塊日幣喔 那這個就是有一些土啦 有土這樣子 那你把它洗一洗就可以了 這個商品就沒那麼清脆 比較舊一點 所以他的價錢就非常的便宜 也是這個超市的一個 銷售的一個 怎麼講 的一個特色吧 講不出來 然後這個是馬鈴薯喔 一般在超市我們是一顆一顆買的 在這邊就是一整箱一整箱喔 然後賣價在這邊喔 看一下喔 然後這邊就有賣一些賣相比較漂亮的蔥 其實價錢也非常的漂亮喔 通常我們在 這個雜幌的超市一根可能就要100塊日幣 這邊只要 290%喔 而且這個賣相是非常好看的 土也都幫你這些啊 根啊 都幫你切掉沒有土 然後賣很多的生鮮蔬果喔 價錢都非常的划算 而且賣相現在看起來都非常的棒 所以這邊很多婆婆媽媽來這邊買菜 看到沒有 這個北海道物價 你看 即便在這個小鄉下 在這個超市裡面也非常的便宜 然後你看這個大蝦這一整盤喔 128塊日幣 但我看這個原物料是 印尼過來的 然後這邊旁邊有這個鮭魚喔 這個就是北海道的鮭魚 很大一隻喔 那價錢這樣子喔 雞鞭魚 放一隻喔 喔 絲絲 然後這一間超市啊 非常多的生鮮喔 那價錢也非常的划算喔 像大家這個帝王蟹喔 一公斤 5000日幣左右 然後這個產地是 俄羅斯的 Size看起來也蠻大的 應該像2L的蟹餃 這邊的肉一盒喔 三 四百塊日幣耶 然後是西班牙的這個豬肉的尖的部位 超多的耶 超便宜的 然後這邊有在賣澳洲的這個牛肩肉 你看這一盒喔 哇好便宜耶 大家看一下價錢 那我剛剛逛了這邊的這個肉品啊 就它什麼地方的都有 有加拿大的澳洲的日本的 連泰國的雞肉都有喔 它就是去進這些世界各國 很便宜的肉品進來賣 有看到又看到西班牙的 喔這個就是日本的 喔這是卡拿達的 卡拿達 前面這個是卡拿達的喔 然後這一個鬆餅粉啊 才192塊日幣喔 但是它品牌是招合 坦白說我沒有聽過啦 這個鬆餅一般超市都要賣到400塊日幣 那它有些品牌是我沒看過 那這個日清我就有看過 然後這一個乾的香菇啊 超便宜的 180克是差不多600塊日幣 然後這個是中國產的 那基本上買日本產的香菇啊 一小袋都要破千日幣 比如說像這個是日本產的喔 你看到一小袋 就要400塊日幣 也40克而已喔 剛剛那個中國產180克 600多日幣 價錢真的差非常的多 那這邊賣的乾貨非常的多 你看這整個都是乾貨 剛才又日高昆布 很多種類很多乾貨 超級多的 那價錢都非常的便宜 然後這邊的米也非常的便宜 一般北海道超市5公斤是2000塊日幣 這邊是10公斤 2894日幣 而且這一個是北海道本 北斗產的在韓館那邊 哇這個也是喔 銀三名 這也是北海道 哇 都好便宜喔 然後這邊有在賣一些水果喔 底下看起來是還蠻正常的 那邊有色香胡桃 一袋是1700塊 那不是 就是不是知名的啦 沒有聽過 前面這邊的零食啊 全都是均衣價 85塊日幣耶 好特別喔 全面都85 而且外面一般都要100塊日幣左右 差不多便宜了 10%有 然後這邊有蘋果 青森的蘋果耶 一顆才128塊日幣 不過應該它是密集品 這邊看這邊都有受傷 好難看喔 嗨 所以它賣的非常的便宜喔 長度有13耶 來喔 帶大家看一下北海道的物價喔 你看看 這個是群馬坦的蘿蔔 一大袋喔 一大袋 100塊日幣就可以起來了 然後旁邊有這一個洋蔥喔 北海道產的洋蔥 也是一袋 100塊日幣可以起來了 台幣差不多只有25塊 價位率是1比4 然後這邊是北海道的男爵的馬鈴薯 你看喔 一大袋喔 100塊日幣 剛剛帶大家參觀完北海道獨有的 博士烏梨薯吧 大家看有沒有很多的心得呢 那我參觀完這個超市有一些心得 比如說它物價很便宜嘛 東西賣的很便宜 那它 比如說肉品 它就會挑很多世界上便宜的肉來賣 比如說裡面有西班牙 加拿大 澳洲 日本 那一般的北海道超市的不會賣這麼多 複雜的這個 果的牛肉啦 這一家真的賣的非常的多 然後呢 它還有賣一些 比如說一些乾貨 那其實它從世界各地來的 像一些乾貨啊 中國的啦 印尼的 泰國都有 它就是去挑這些 世界各國的商品 只要便宜的 它們都會進貨過來賣 然後呢 另外一些就是一些 北海道的一些 農產品嘛 那你都要賣很大袋 比如說你要買三顆白草 但是我剛剛看也有賣一顆的 也有也蠻便宜的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它有一些水果啦 就是V級品 它有看到那個青森的 蘋果啦 表面都已經受傷了 不然就是有點黑黑的 看起來就是 不太好賣的感覺啦 這邊都有在賣 那另外提一下就是 這邊北海道的物價 那我現在是在美貝 其實是一個 人口非常少的一個都市 2萬元而已 但它的物價 非常的便宜 其實我在日本也住了兩年了 我覺得北海道在控制物價上面 控制的非常非常的穩定 它物價上不會有太大的波動 那我猜可能是不是 就是北海道的這個 也沒有什麼颱風 也沒有什麼蠔雨 所以它在 控制物價上 非常的穩定 那不像台灣可能有時候會一些颱風 或者是一些蠔雨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可能就是菜蟲比較多一點 所以 莫名其妙 物價都會大波動 那我再觀察下來 日本這邊物價 控制的很穩定 可能他們這邊 菜裡面的菜蟲 比較少一點 所以呢 物價比較穩定 要不是我來美貝這個 觀光出差 不然我可不可以買幾顆大白菜回家吃 我上次錄影車 買那顆 大白菜 真的很甜 很好吃 那大家有看到這個招牌 那它只有在北海道才有 而且幾乎都在鄉下 雜黃是只有一間 那它就是 控制它的成本 所以裡面東西才可以賣的這麼便宜 那下次大家來北海道旅遊 不妨來這個超市 看一下啦 那有沒有挑一些V級品 大家想省錢的話 那今天這個卸賣超市 就開箱完畢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了 再見 拜拜